欢迎来到小哥播报 看了闹 更看门道 2023年8月1日 张玉成终结连续15打数弯打 9局上半第4打席 面对投手Devon Sweet 先选掉两颗偏外侧滑球坏球 接着连续两颗四逢速球 一插棒界外一坏球 累计一好三坏 再对外角近腰带高速球 触棒慢了插到球皮 新称三垒边线软弱滚地球 投手下球处理已经来不及 红化球评的评论是 为什么球兵会说外角滑球是张玉成的克星石 如表格张玉成本季直到赛前 对右投手塞进外角9号位 更出外角低滑球14号位 共触棒46次 挥空率分别是50%跟80% 其中有高达36颗都是BRACKING PITCH 滑球区球类球种 张玉成本场的其中一次三阵 也是对外角横向滑球挥空两次 因为对右投手这个区域的BRACKING PITCH出棒 张玉成本季已经吞下12次三阵 三阵率高达70.6% 包括挥空21颗外角坏球 所以说球评用克星石来形容只能说精准了 这背后的原因有很多可能 像是被跟数球的共轨骗到 或是打击技巧比较跟不到滑球 但很多时候又是连续被滑球对付 本季已经有9次同打席 对BRACKING PITCH挥空两颗 尤其明显近期更常发生 所以我推测跟几球设定也有很大的关系 张玉成可能是想把握好每一颗可能的诉求 就更加难以防备共轨的滑球